博中266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 距离天津市约170公里 平均水深22.1米 发现井博中2662井砖育油气层 累计超过320米 丸砖井深4480米 测试平均日产油超270吨 平均日产气超32万立方米 博中266是博海油田发现的 数个古老辫子盐浅山一吨级油田 也是国内最大的辫子盐浅山油田 将为博海油田上产4000万吨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 据了解 博中266油田探明地质储量 超1.3亿吨油当量 能够开采原油超2000万吨 提炼城汽油后 可供1万辆小汽车正常行驶30年 同时可开采天然气超90亿立方米 能够满足天津市常驻人口 使用近15年 具有可观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数一年前的古老山体 经过多重地壳和板块运动 现已深埋地下 因为形似陆地山脉而得名前山 博中266油田的储层 埋藏在海底几千米深的前山里 主要由变质沿祖城 这些油气是怎么被发现的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博中266油田所在的前山 形成于32亿年前 勘探早期认为 这座前山整体连通 钻井发现顶部有少量油气 但很快钻域水层 根据油笔水清的认识 断定水层之下很难有油气存在 近年来 科研人员通过地质研究 发现这座前山 有发育特殊的 墙峰格性断层条件 地震技术获取的地层高星成像 印证了这个观点 断层像一堵墙 将前山上部和下部隔开 并在下部形成封闭空间 临近油圆产生的油气 逐渐处集在一起 形成大油田 正是有了这个理论认识的突破 才发现了 博中266一吨级油田 博中266油田 是中国海油 在国海南部连续 第三年发现的一吨级油田 油田勘探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为这些新发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洋油气 也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增长级 近年来 我国家大像多年未有 大规模油气发现的地层 展开潜力搜索 首次提出浅层大面积 岩性成藏等理论 发现了肯利61油田和肯利102油田 两个一吨级岩性油田 2018年以来 我们在波汉南部 部署了十余口深层探警 深入研究 断裂对浅山分割性的影响 创新提出 断裂对浅山储存 具有封闭能力的理论认识 打破了浅山高部位建水 水下无法找油的传统认识 成功发现了国中2661亿吨级油田 据了解 渤海油田过去五年 累计新增油气探明地质储量 超过十亿吨 我国海上原油增量连续四年 占全国原油总增量比例超过60% 海洋油气成为我国重要的储量阶梯区 和能源增长级